五十千克土城明德市民活动中心 和银法俱乐部落成 新北市长侯友宜地上红包奖励师队 同时带领里长居民和地方明代等人 接牌启用 这几年土城重化区发展快速 继新北市立土城医院 今年7月份营运后 重化区内首座市民活动中心启用 预计可加汇周边7个里 3万多的市民朋友 提供多元活动空间 而这也可能是间接带动重化区一带的房价旗帐 因为这么长久以来都没有去开发的动作 那当然以近期来看 你整个土城重化区的一些 所谓的交通的利多 还有我们所谓的医院 商场 电影院 一些的生活上的便利性 都会对未来土城的方向都有加分 明德市民活动中心 并位于公儿十八公园内 也在捷运海山站和土城站之间 步行大约十分钟左右 内部的空间是六十平的挑高大礼堂 明德里的里长呂里明说 长期以来因为土地关系 无法争取活动中心 趁着土地重化 终于能够争取到市民朋友的活动空间 担任了五届的里长 我第一任的时候就在争取能够有一个活动中心 还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土地 所以在这个升格以后 我们在大概六七年前 我们因为这边重化 我们明德这边有重化区 重化区有盖了一个共和十八公园 那共和十八公园 有一个公园以后 土地就没有问题 土城重化区一带生活机能逐步完善 包括大众捷运系统规划三英县和万大树林县 都在进行当中 还有大型连锁店进驻住宫 房众资料显示 近三年的住宅均价涨幅将近一成 和同样位于捷运板南县的板桥房价相比较 仍是具有吸引力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